兩個都不要動喔 不可以喔 不動喔 在這邊等一下喔 等個五分鐘會死 對不對 假裝這個是一個 這個門是一個便利超商 它不准帶狗 或是超級市場 那狗人一定要在這邊學習等待 主人進去說 等等喔 我等一下就會回來 不要動 有沒有 我叫其中一隻過來而已喔 阿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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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威來 欸 好 好 好 這幾滴還在那邊等喔 這個是要對這個指揮者 有一定的程度的尊敬 他才不會動喔 一般的市主 平常就是 啊 隨便他怎麼樣喔 欸 動了也 握倒也很隨便 啊這個 握個五秒 欸可以的就好喔 動了 他萬一動了也不會把他壓回來 你不可能會這樣 這個 這個是示範給你看 這個指揮者 一樣這隻狗 這把這把 這把阿輝叫來喔 阿輝 來 來 握倒 握倒 好 一樣 他剛剛在那邊玩 一樣給他握喔 到現在還在這邊喔 阿輝 阿輝 這隻狗 他指定是 還是新生嘛 阿輝 阿輝現在是因為我是控犬員 有這樣的一個程度 狗才可以弄成這樣 一般市主喔 因為平常 對這個狗都 負於鬆散的管理喔 要做到這樣 你自己一定要改變你這 這個 對狗的 管教 不是要打他 是說 你要給他設下一些限制 這就是限制 他該不動的時候 他就有能力不動 一開始他也不曉得 要不要動 他就會去動 他會去動的時候 你就要把他壓下去 我讓他們解除這個指令 OK